传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节目 就直接开始吧 开始講解一下 可以了是吧 各位朋友大家好 旁边的人都听得清楚吗 对 也感谢谢瑞聪慧教育 今天邀请我过来分享一下 那也感谢大家周末还过来听我随便聊聊 那我想跟大家分享的是我的理解吧 就是因为我是在艺术学院毕业的 所以对于艺术来说他没有对与错 所以我也不能说我说的就是对的 只能说是我的一些理解 那在座的各位呢可以就是听一听 就是先听则明嘛 就是对不对你自己有判断 对吧就是我的一些分享 那我的副title呢是那个 Unleashed and Possibilities 那也是我个人去理解 因为我认为每个孩子啊 每个人他都有很大的这个潜能 对吧 但事实上的不好的教育呢 他并没有去激发他的潜能 反而去制约了他的这个发挥 对吧 这个是我的 所以在整个这个 整个这个分享的过程中呢 我也基本上是结合我自己的亲身经历 和我自己的一些作品 那 接触不太好吗 那我个人呢 我的本科是毕业于湖南大学 那这里也许有我的校园也许没有 对吧 那湖南大学有些人可能不知道 那其实他是一个千年学府 学府对吧 他是一千多年 那从宋朝就开始了 对吧 对 那 而且呢就我学的是工业设计 如果有大家对这个行业比较了解的 会知道工业设计的 至少在湖南大学是全国至少排第一的 对吧 在全国应该排第一是单独无愧的 当然清华美院和那个 我们那一年是第一年开工业设计 我帮一个同学从我一个人也轮到工业设计去 第一届 就湖南大学吗 对吧 79年吧 78年 81年 OK 对 当时最好的几家 其实一个是中原公益美元嘛 中原公益美元就现在并到清华 叫清华美元嘛 那另外一个就是无锡清工嘛 无锡清工现在变成加南大学嘛 还有一个就湖南大学嘛 那这三家的这个工业设计都做的 在我看来应该是做的最好的 那即使全国呢 现在就是也是这三个学校的这个毕业生是最好用 因为我自己在北京后来还开过设计公司 还做过中原美元的老师 所以我自己的感觉是这三个学校的毕业生也是最好用的 那我在美国呢 我是99年就来了美国 但是克林顿还在当总统 对吧 那我是在 那这个学校可能也不是每个人都了解 但事实上呢 就是它是全美国 甚至可能是全世界最大的这个艺术设计学员 对吧 它也是79年吧 79年开始做的 那现在规模特别大 那规模大呢 其实一个呢 就是说它财力雄厚 有钱 所以它在沙特兰大有砍pas 在亚特兰大有砍pas 在法国有砍pas 在香港有砍pas 而且呢 在我的理解就是 对于一个做艺术或者设计的学校来说 有钱还是蛮重要的 就像我们在读大学的时候 我们在读书的时候 我们有做一比一的汽车 就在我们的学校车间就可以做一比一的汽车 做完了就直接开到公路上就撕开了 那我们有跟那个白卡的造船厂 造龙船厂 它来赞助我们的一个project 我们做了一比一的豪华游龙 然后直接下海去试寒 那这样的capability 我相信全美国没有第二家院校它有 对吧 所以它虽然不像什么自家庚艺术学院啊 或者Person 是比较老牌 但是它作为一个后期的新秀吧 我觉得它在这个教学这个块做得非常好 而且因为它砸钱嘛 所以也请了很多著名的老师啊 或者著名的这个学者啊 过来交流啊 教学啊 等等 那我个人呢 我几乎就没有打过工 就是一个混混 或者说 好听一点 就是连续创业者 就是我一直在创业 那我在Savano的时候 我就做了第一家公司叫TriSense 等一下我会给大家详细介绍一下这家公司 那 这个当时是什么呢 因为当时克林顿还是总统嘛 大家都说 有个好的idea 就是第一次互联网泡沫嘛 你有个好的idea 你就能拿到钱 拿到钱 你就可以移动乱烧 对吧 那当时我们也 我们有一个什么idea呢 因为当时说你在互联网上已经能够看得到这个视觉 已经能够听得到声音 但是你还不能闻得到味道 所以我们当时说我要把第三种感官带入到互联网 所以我们就做了这个TriSense 然后我们也拿了一些钱 然后也就在那么一个地方也做了这么一家公司 但是这个概念其实直到今天也还算是非常非常前卫的概念 对吧 而且我们把它做出来了 产品是当时我联系在深圳生产出来的 所以呢 因为这家公司呢 所以当时我们被那个时代周刊报导 还上过那个ABC早安美国节目 上过各种各样的媒体 那我也获得很多很多的大奖 那因为这样我后来是拿的美国是杰出人才嘛 那后来我去 就911以后呢 我们再融钱也就融不到了 融不到了 然后我们这个产品的堆在仓库里也不是特别好卖 为什么呢 因为我们一直有个技术瓶颈 但是解决不了 就是说我不能够像打印机一样给你三个墨盒 你就混合出五十种颜色 那我们当时也有一个香味盒 这个香味盒有二十种原油 我们只能混合出有限的这个气味 我不能随心所欲的这个混合出任何气味 所以呢 就这样的话呢 就是我们的这个使用的场景 就是你的scenario就受到局限了 我们原来设想是说 你能发个邮件给你的太太 她都能闻到美国花香或者怎么样 但是事实上就万一你太太她的那个 接着我们这个产品 她混合不出来 对吧 那就可能闻不到 所以最后我们就limit她的scenario 就是玩游戏 但是我们又做了几款游戏去demo 她一边玩游戏一边闻气味 但是还是得到很多关注 得到很多关注呢 那就是其实加州当时也有一家 叫做digicent 她融的钱比我们还多 但是一直到她把钱烧关了 三个创始人都跑路了 她的产品也没出来 她当时就是做了一个概念而已 对吧 她当时的产品概念是什么 她要模拟生物电 因为她认为你的这个嗅觉也是来自于你的神经元 传导这个生物电波 当你大脑在处理啊 对吧 那但是这个就是可能太前卫了 所以她一直没有真正做出来这个产品 而我们的想法比较的 比较的可惜 因为我是混合这种香油嘛 对吧 混合出来得出另外一种味道 然后上化出来嘛 所以我们还是至少做出产品了 只是确实不好卖 921以后也卖不动也烧了 也没有钱再笼笼的到了 就后来我一跑到芝加哥 我跑到芝加哥是怎么回事呢 就叫Sandstorm 是因为我当时在生产这个Sandstorm 就我那个香味机器的时候 我联系了美国的manufacturer 我也联系了这个中国的manufacturer 我一发现哇 这个生产的这个价格相似好远啊 这个模具的费用啊 后面每一次生 每个批次生产的价格也相对很远 那我跑到芝加哥 芝加哥是一个工业城市 那个Maccomic Center 也是全美国第二第三大的这个展览中心 几乎每天都有展览对吧 那我发现越是这种中小企业 它越想到中国去生产制造 想节约什么呢 它越不知道怎么去 它一个呢 它沟通是一个问题 另外一个 它也担心这个资产就没抄袭嘛 对吧 所以呢就是 我们大公司它都知道了 大公司都会跑到Overshore 跑到中国去manufacturer 甚至会到中国去建厂 对吧 但中小企业都不知道 所以我们当时就在 在芝加哥做了这么一家公司 就帮助中小企业到中国去看模具生产 就做这么一个差价 没事呢就在麦comic center发一发卡片 总能拿到一些 拿到一些订单的这个咨询 那之后呢 我是回到了北京 我去中央美院做了习主任 那当时是机会比较好 因为中国那几年汽车工业最好蓬勃发着 那中央美院呢 它想要做汽车专业 那可是呢就是 中央美院嘛 它最有名的国化油化板化教授 这些东西 它这些老教授没有一个就是懂 这个现代化的工业设计的 而我那是算是比较早 所以我是27岁就回中央美院做了系主任 那这个专业是我创造的 创建的 那之后我也会给大家分享一下 当时在创建这个系的一些经历 那之后呢 同时呢 我在北京做了一家咨询公司 叫飘飘 这家公司现在还在北京 还在运行 那像你们如果有平安保险的用户 平安车嫌 或者广发银行 或者拔下证券 就他们的APP 都是我们公司给设计的 然后后续的运营也是我们在给它做 就是所以因为有这些大客户嘛 所以现在这家公司还在运行 还有我的合伙人在管理 那当时呢 就是由于这样呢 我也进入了移动互联网 因为我在做这个中央美员教授的时候 开这家公司呢 就接汽车设计的单独 我还是接不下来 因为它的投入太大了 那些什么 各种各种 那个测量仪啊 那个三维测量仪啊 还有油泥车间啊 投资都特别大 所以我 而且我的兴趣当时也是做 做服务创新 所以而且当时移动互联网 其实在中国确实 我觉得比美国发展的好 对吧 那我最早的客户是诺基亚 诺基亚有很多的手机的 service mobile service 都是我们公司给它设计的 我们在北京跟他们的NRC NOKIA Research Center 是紧密联系的 紧密合作的 做过大量的手机应用 各种各样的应用场景 人家可以给大家简单介绍几个 那在这个过程中 我也参与了一个项目叫 其放网 不知道在座有没有人知道的 他是那个玩笑红投资的 玩笑红他也在玩区嘛 HTC的玩笑红 那当时投资这家公司呢 是想做这个 助学嘛 其实最开始是想做 想抄袭这个Landing Club 想做中国的最早的P2P 对吧 但那个时候 中国的P2P 还没有被Educate起来 对 所以他们找我以后 到最后我又参与 我变成CEO 再变成CEO 后面的故事可以 等下再跟大家分享一下 那一二年呢 我是觉得这个 北京的空气污染太严重了 所以我又搬回来了 又搬到湾区来了 我在深海州里 就是教一些书 教那个交互设计 那然后呢 我也去过iHealth 做这是我唯一一次大工 当然也是做高管 做CEO CEO 就是 Chief Creative Officer 那他产品的这个R&D 他的这个云服务 他的软件硬件 APP等等 都是我在负责 那 之后我做了自己创业 做了一家工作 叫Go Pack Hub 等一下也会跟大家 再介绍一下 这个项目的情况 那 那当然就是我回到 我们今天的topic来 就是说 Sherry今天邀请我来 来谈一谈创业教育嘛 那我觉得首先 大家对创业教育 有很多 我认为是一个错误的理解 对吧 第一个就是说 有很多人说 我的孩子要学这个 学艺术太早 会不会反而限制了 他的想象力 对吧 我听到很多人也这么说 那我个人的理解是这样的 就是单 我也看到这边有很多 这个培训班 对吧 不管是在中国 还在这边 都有很多培训班 一上来就是画这种书苗啊 画几何体啊 然后画石膏像啊 什么大卫啊 这些人的石膏像 对吧 我个人认为就是 教得早 不是错误 但是教得不好 才是错误 因为你把他的 兴趣全部给 给 给 了 对吧 他的兴趣就没了 因为画画本来是一件 很开心 很有意思的事情 但是你现在画 枯燥的石膏 然后你一定要教他 画正确的这个 这个面的关系 线条的关系 以明暗面的关系 等等 就把他的那种 积极性给都没了 对吧 我觉得不是说不好 我觉得学点 因为我觉得 学点表达能力 没什么不好的 对吧 那 所以我就觉得 孩子最重要是 他的QR QR Oxity 就是他 Oxity 就是他对这个 事情的这个 好奇心 他的兴趣 对吧 他的机器性 他觉得 It's fun 对吧 是很有意思的事情 这是我女儿 我女儿两岁的时候 就开始画油画 这是她两岁的照片 她现在三岁半 这是后面呢 是她画的第一张油画 这张油画很大 那正因为它很大呢 所以上面它够不着 所以上面是我 随便给它乱画的 我刻意想乱画一下 所以呢 就变成我们两年和署名 下面是我们两年和署名 但是呢 后来我发现 她在画这张画的时候呢 她是 我就让她去 explore了各种的 media 各种的材质 和各种的工具 她用过刷子刷过一阵 然后呢 又用过刮刀也刮过一阵 后来因为自己的手啊 自己的各种 就是创造力 就是转完了一阵 只是说上面太高了 她画不到 所以我就随便画了一下 后来我就觉得 我画的都是在破坏她的美感 对吧 当然我觉得这个就是 也不能说她的就是好的 我也不觉得说 她的就一定好 她的就一定美 只是我觉得她更 她对色彩的一种感觉 更浊 更直谱 那这个你会想到 这个 那个 波洛克的这个 这个艺术品 对吧 那个 那个 旧金山的 那个艺术馆就有 对吧 就有很多张她的这个作品 那有些人会说 当代艺术我看不懂啊 当代艺术好像 好神奇啊 对吧 像那个 门德里安画几个色块啊 对吧 或者她就 随便乱破一破 那确实她就是 随便乱破的 对吧 你看不懂没关系 因为其实因为 有很多艺术 她有她的时代背景 或者说她有她的观念背景 对吧 她可以这么画 她是一个这么画的 她就是艺术 你再这么画 就不是艺术了 对吧 但你要decorate自己家 也无所谓 对吧 你自己喜欢也可以 那这是我女儿 最近画的 最近她已经三岁半了 那大家如果 大家都有带过孩子 也知道 就是孩子在 一岁多的时候 她只能画直线 对吧 她画曲线都画不好 我代会画圆 对吧 到了两三岁的时候 她开始能画圆 所以也就是说 她其实这个表达能力 我认为还是蛮重要的 对吧 就在原来 她不懂这个表达 她可能也不懂透视 所以她才会乱画 画的那样 她画这毛透视都不对 画个脸都是歪的 对吧 但是没关系 先让她玩 但是完了之后 实在地圈领一些技巧 我觉得是可以的 对吧 没什么不可以 早一点学也没关系 但是你不要过分的强调 以至于她失去了兴趣 对吧 所以我宁愿 我宁愿她是在一起玩的过程中 觉得这个东西要顺便学点什么东西 顺便我就把一些基本功给打扎死了 对吧 哪怕是就放的管一点 不关是谈艺术 就比如说化学 我小时候很喜欢化学 但是我学化学后来就学的没有兴趣了 为什么 因为当你把这个很复杂的知识 先教我所谓的fundamental 而我不知道这个fundamental到底有什么用 我在被很boring的元素周期表达的时候 我就开始对它失去兴趣了 但是也许你让我一起做一个 很有意思的化学实验 然后逐渐的在这个过程中 告诉我这个 这些元素是什么回事 对吧 我可能反而一直保持我的这个兴趣 这也就是为什么像 像那个芬兰 芬兰现在取消了学科 对吧 而且它是叫做场景式教学 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听过过 对吧 因为我弟弟在芬兰 他在芬兰顶居了 场景式教学就是说 我不是分科 我不是说我今天教你个数学 明天教你个化学物理 而是我先一起教你说 这个场景这个问题是什么 然后我们大家在解决这个问题的过程中 觉得需要补充一点化学知识了 需要补充一点物理知识了 需要补充一点几何知识了 我给你实战补充一点 或者实战的做一点research 对吧 然后就会了 我觉得这样就是 我个人是比较赞同这样的教育方式的 不然的话我们在 学习很多基础知识的时候 反复的学乱 却不知道为什么学这个东西 然后不停地把它背下来 结果把我们的兴趣去 目默灭在这样的教育上面去 这个是他最近在地产山的作品 反正我们家的地产山都归他了 那这个是网上另外一个澳洲的艺术家 大家也可以看到他从小到后来 到他最近的作品 就是你的表达能力表达技巧还是在加强 对吧 只是说你没有必要过于过早的扼杀他的这个兴趣 那当然也有人认为就是创意教育就是学艺术 那这个我也不认为 因为其实创意现在无所不在 对吧 就像我们今天所说 所做的各种科技产品 我们身边的各种科技 其实都是来源于创意 对吧 那如果说这样的话呢 而且呢 就包括艺术本身 它也不再像原来的艺术的 咱们对于艺术的理解 对吧 这个像维纳斯的诞生 原来的古典的也好 或者说中国传统的艺术作品也好 拼的是功力 拼的是要么是你写实的技巧 要么是你对宣纸 对这个笔墨的把握程度 你没有五年十年 没有多少年的功力 你是你是没法成为那一个大师的 因为你控制不好他 对吧 那这就像就像武林高手吧 中国的那个所谓的武林高手 你要学很多年 你的内功才能达到 但今天呢 就是我们的艺术呢 变成了 其实在我看来 变成一种创意 对吧 就是当杜珊把这个马桶 挂到这个博物馆的墙上的时候 对吧 其实他 其实你也可以挂 但你挂的就不再是艺术了 对吧 但我想你也不想把它的买回家 对吧 当然有深知中间了 对吧 他只是表在一个特殊的时代背景下 表达了他特殊的一种场景 那就像 而且呢 就是艺术家也不再画画了 就是也不一定要拼工地了 因为你的media 你的这个材质 你的这个 你的工具 和你的这个画布 都不再是原来的这个定义了 对吧 你打破了原来这个画宽 也打破了原来这个工具 对吧 所以他可以是一个马桶 也可以像这个 那个安迪沃侯一样 他是印刷出来的 对吧 他印刷出来之后 我签字就好了 所以你在全美国 大大小小的 那个美术馆 都能看得到他的作品 因为他全是印的 他签个名就好了 他签名才是之前的 对吧 那其实有时候呢 艺术也是一种炒作 对吧 所以就是 就说 what It's all about creativity 对吧 那就包括艾未未 对吧 他做了那个 一颗瓜子 这些瓜子没有一颗 是他自己做的 对吧 全部是请那个 警察政的工人给他做的 他往那个 德国那个博物馆 地上一铺 对吧 然后说了说 他的艺术理念 他营造出这种 installation 给你一种震撼感 那就是他的艺术作品 对吧 包括就是 汶船地震呢 他跑到汶船去 跟警察又起来 点冲突啊 然后在媒体上 曝光一下 推广一下 推特一下 然后呢 他再 弄了一堆书包 挂在墙上说 这个为了纪念 当时被 温船地震死亡的孩子 对吧 这就是他艺术作品 对吧 但是看那一件 艺术作品 我觉得唯一的缺憾 就是那些书包 不是original的书包 是在满的书包 我觉得这个installation 就这一点 比较的失败 那就像我过去 我自己的这个 就是现在我提到的 做的那个香味的机器 叫Sendorm 大家今天去google 还能够看得到 这个很多报道 对吧 关于他的报道 那他在过时代周刊 也被芝加哥 雅典娜神庙博物馆 是永久收藏 那 并且获过那个 Good Design Awards 那 那它是一个工业产品 可是它是被 艺术博物馆永久收藏 所以其实已经没有 这个艺术跟这个 跟这个所谓的科技的区别 我觉得都是融会在一起的 因为这个工业产品 它本身就是有艺术美感 对吧 它有这个雕塑的美感 这一辈被永久收藏 那这也是早年被 被裁判了 那个时候还比较年轻 那也有人认为 就是说 创意教育就是培养你的 想象力 那这个我个人不认同 就有很多 我看过很多培训机构 都在反复地劝孩子们的想象力 对吧 那我见的 见的比较多的 比如说孩子们的手弄一下 然后换两个树干 换两片叶子说 这个是花 对吧 这个大家可能见得多了吧 很多这种 全宁是故都会这么教 那上一次呢 那个 谢蕊带我去看了一家 这个全宁是故 谢蕊说做得很好 当然我这个 不要引起 引起别人的愤怒啊 就是 他有一张画 跟这张画不一样 因为我当时没有拍 他摆在扶山里 他认为还比较好 就是画的就是 既像一个灯泡 又像一个热气球 对吧 因为大家都认为灯泡啊 就是creativity嘛 就是想象嘛 对吧 所以呢 就是大家反复地在劝的 是你的这种 imagination 你的联想的能力 你的想象能力 你通过你的 imagination 你把一些东西 给你combine在一起 这就是很多 training school 在做的一些事情 但是在我看来 我不认同 为什么 因为我认为 人天生 就有很好的想象能力 但就像我们的孩子 有时候 他是不知道 你想要他干什么 只是当你告诉他 我是要你把两个东西 摆在一起 这就叫创意 那他就开始摆了 所以只是说 当他学会你 给他的rule of game 他就去follow你的rule of game 并不是说 你就确认他的creativity了 并不是说 当你教他把灯泡 跟这个热气球 砍绑在一起的时候 他就有了creativity了 这个在我看来 极其不认同 为什么 我随便拿一个猫咪 做举例子 对吧 大家带过孩子 都知道 当我们的孩子 在小时候 你第一次教他说 这个是猫咪 以后你不管 给他看任何一张图片 他从来没看过的 有各种画的 奇形怪状的 或者长的奇形怪状的猫咪 他都知道那是猫咪 为什么 这里面有没有学人工智能的 学那个AI的 对吧 为什么 因为人天生有那种 处理能力 分析能力 processing 这个information 然后提念的能力 所以人是有联想能力的 对吧 所以我为什么要你劝我呢 不需要 那我需要的是什么呢 如果是我来 我来教化这个猫咪的话 就像我的孩子 现在是在读pre-k 今天下半年读pre-k 去年读pre-school 我们试了 试了三个 这种 这种private 那个school 我们先在这个 这边有一个 叫什么名字 Growing Tree 就在这附近 对吧 Growing Tree 酸语的 然后呢 我们又去了 Challenger 然后最近 我们又把它转到了 这个Strafford 但是事实上 我们对这一块 一直不满意 为什么 因为在他们的墙上 比如说他们墙上 有画着猫咪的 有画着老虎的 很明显 就是所有的学生 都是在follow老师教的 然后画着老虎 几乎都大同小 也都是一样的 明显他们都是在 凝膜同一个老虎 对吧 那假如说 要我来教你画老虎 我会一起跟你来聊 老虎的特征是什么 对吧 你是怎么样 去理解老虎的 对吧 然后我们 你来创造一个 这样的话 一百个孩子 应该有一百 一百种老虎 对吧 所以怎么可能 每一个老虎都差不多呢 每个人都去 都去画同一种东西呢 对吧 这个在我看来 是完全不对的 对吧 所以这种能力 是人的一种天赋 是来源于上帝 对吧 所以像 像我们 我觉得我们所要的 就是把他这种能力 给他激发出来 把他给运用出来 对吧 让他去发展 创造 真正的去创造 而不是去看办 对不对 那 那你要说这种 这种 那其实在 我可以给你看一看 我过去做的一些案子 对吧 那其实这种 所谓的联想 把一种 既有的生活中的东西 挪到另外一种东西 这是人最常用的一种 思维方式 对吧 比如说 这是我做的很早的 搬 搬中国的一家公司 叫高阳信息园 高阳信息园 也是一家上市公司 所以他们开发了一个 这个 语音微博 就是通过发语音的方式 来发微博 当然现在这个产品 已经下线了 那一个就是 我按一下 就有水慢慢滴下来 就是一边录音 一边有水慢慢 缓慢地滴下来 对吧 那你可以插入 各种笑声 然后呢 如果说 然后呢 你可以看各种 有各种 像fold的一样的东西 其实这也是 那个联想嘛 对吧 隐喻嘛 联想 或者说好友的名单 那就是在文件夹里 你可以左右翻 各种文件夹 这当然 这都是在那个 所谓的APP设计的 这个交互设计里 常用的一些交互方式 对吧 那可以左右翻 可以左右翻 上下翻 那当然就是 当你收到这种 private message 收到私信的时候呢 你可以 就像翻信一样的 有个小动画 你可以翻信一样的 这种翻 那在我看来 这就是把生活中的 一些一些产景 挪用到了 另外一个产景上面 对吧 我觉得这种是 非常常用的一些 这种交互方式 也是人最基本的 一个能力 这个呢 其实是我们 非常早的时候 给诺基亚做的 尤其这边这个 给诺基亚做的 那个操作 操作那个系统 和那个reader 它的那个阅读器 阅读的APP 看起来像 Wonderful的那个界面 对吧 但其实 当时我们做在 赛班的这个平台上 所以大家一直觉得 赛班是做不了 那么漂亮的 fancy的这种界面的 其实赛班可以 而且我们当时特别 为赛班开发了 那个3D引擎 来帮它实现 这种3D的效果 而且我们后来 也帮诺基亚 作为一些 诺基亚跟英特尔 合作的那个 migo平台上的一些产品 那它放弃了 放弃了migo 放弃了赛班 然后去走路 windows phone 我个人是觉得 是很很失败的选择了 那这个是帮中国电信 做的一个 那个打电话的 一个界面 那当然我们也有 把传统的 拨号机上面的 那个界面 给做进来了 对吧 你当然因为 是在触屏上面 所以你既可以点击 你也可以滑动 就是两种 两种交互方式 我们都inable 都允许 那可是大家会看到 这些方式 其实就我刚才讲的 就是 这是人的联想能力嘛 对吧 就是我 因为这个 我联想到另外一个东西嘛 我觉得这个东西 不需要 不需要刻意的去全 我觉得反而是 怎么样去创造力 那当然也有人说 我的孩子 他理工课比较强 对吧 而且他将来就 长远学理工科 那他有必要学艺术嘛 而且甚至有人会说 大家都会说 我是左脑型的 我是右脑型的 什么的 左脑是管什么 理工科还是什么的 右脑又管什么 艺术啊 文学啊 等等 我觉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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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let's go see right 为什么 因为 比如说达芬奇 他就是艺术家嘛 其实他还是个工业设计师 他设计过很多工业产品 对吧 他是个建筑师 他还是个医学 在医学方面 解剖学方面也很有建树 对不对 他设计着很多工业产品 设计着很多武器 对吧 交通工具 其实就是我们工业设计师 做的东西 对吧 那他是左脑型还是右脑型 对吧 那我个人 我虽然是学这个工业设计 但是我的本科 在湖南大学 他是拿的是工科的这个学位 所以我的本科是工学词 研究生是MFA 是MF 是艺术的学位 我也不觉得 大脑就偏了左 还是偏了右 对吧 这是我早期的 很多年前的一些草图 这是很早的时候 给LG做的 那个手机的一些方案 会考虑到 比如说考虑到 有时候你的手机 就在这个牛仔裤的袋子里 有来电的时候 你又不想掏出来了 你就这样看一下 所以上面有一个来电显示 就在上面 有个来电显示 这个如果有这个行业的 可能知道 这个是中国移动 当时出的一款商务手机 对吧 叫文帆 对吧 它当时是用Windows操作系统的 早上我们把它的操作系统的 这个交互方式全部改变了 所以你看不到Windows的痕迹了 对 这个是早年给Miku 给PSN做的一个 动态指纹的这个识别仪 它跟那个中国银行就合作 所以你去输入密码的时候 你不用记密码了 你也不怕别人偷你 偷你的密码 你每次刷一下指纹 就给你一个临时密码 你一分钟的内 三分钟的内就有效 这个就是后来可穿戴式不是变得很popular吗 但其实很早的时候 我们在给Orange Lab 在法国电信的Orange Lab 就跟我们合作过这种可穿戴式的产品 为什么 因为当时法国电信就在那个两三年里面 好像有好几个员工自杀了吧 就是说他们觉得这种员工的这种心理健康啊 也是一种也是一种问题 所以我们做了这种可穿戴式的产品 通过监设它的物理指数 分析它的心理情绪的变化 然后结合一款APP 当然就是说 虽然我刚才也说 就是说creativity 我认为存在于任何地方 对吧 所以你不是说一定的学艺术 但是我觉得就是 你去学这种 Vidualization的这种 这种能力 还是这种skill 还是蛮重要的 对吧 因为你能够把你的想象力 给表达出来 对吧 就不管你是设计个建筑 还是设计个家具 还是你要设计个现在的Robotics 对吧 你都要把它Vidualize 甚至于就是 现在很多Business Analytics 就是很多都商务分析的 也经常会把数据再图形化 对吧 甚至于我们过去 还帮一些医院做一些东西 因为为什么 因为医院的检测报告 对你来说太 太专业了 你作为一个patient的 你看不懂 没有医生知道你 你看不懂 对吧 但是我能不能通过 Infographic 我把它Vidualize 然后以至于 你作为一个 没有医学背景的人 你也能看得懂 对吧 所以像我在I-Health I-Health做 手机创业官的时候 我主导设计的这个 MyVitals 那我就充分用了 这个Vidualize 这些的这种power 对吧 因为当你希望 每一个人都去监测 它的各种VitalSense 可是呢 它要明白 What does it mean to them 这个Sense 到底有什么用 对吧 而且呢 就是所有的这种 可穿戴式产品 到今天 不管是Fidbit 还是什么 都有一个问题 就是用户年薪特别差 用户年薪特别差呢 那当时我的这个想法呢 就是说 首先我在首页呢 有一个你自己的Virtual You Virtual Version of You 因为人啊 都很自恋 你每天 第一件事就是照镜子 看看自己长什么样了 打扮打扮 对吧 束束头发 那可是你的身体 你有照镜子吗 那我现在希望这个Virtual You 它 represent 不是你的how you look but how your body works Right 再为一个Virtual You 然后它会根据你的形态变化来变化 它会给你一些Warning 说你的这个Virtual Sign 如果keep current lifestyle 你延续现在的这种生活局限的话 有可能会出现的 还不会出现一些问题 然后我们有生产智能血压 血压剂啊万秒万事的 我们在测量的过程中 也会用一下Virtual Sign 这一些那种 凡事让你知道 Oh it's working It's not stopping Stop work 它没有停止工作 那你检测完了以后 你要马上 immediately know what it means to you 当你检测完了以后 马上知道 Oh我的血压是在正常范围 我的血压有点偏高 对吧 有点危险了 等等 然后呢 你会有你的历史的等等 这我不详细讲了吧 就是反正都是我们在 用各种各样的Virtualize的方式 包括你的体重啊 体脂啊 骨密度啊 等等的一些变化 对吧 怎么样视觉化呈现给你 包括你每天的运动 运动的这种情况 你的血氧的情况 包括你摄入的卡路里的一个balance 另外一个就是怎么样 跟你的这种care giver 跟你的家人 你的医生 对吧 建立一个联系 你能够看得到你父母的情况 对吧 或者你也能监测到自己孩子的情况 能够互相约束 来鼓励更好的这个用户联系吧 那当然就是我们也 我们也会说 你有好的创意 你还要知道怎么样 就validate 去认证你的创意是可行的 是可以实现的 或者说你的sumption是对的 对吧 因为有很多时候 你的创意是一个sumption 对吧 所以当然我们过去 有做各种的 这种很专业的东西 我就快快地过了 就是像我们有做表情分析啊 去捕捉你 当时真的用这个产品的时候 表情是怎么变化的啊 这用户是什么情况呀 或者去访问啊 访谈啊 让他记忆用户日志啊 这个也是一个获奖作品 就是很早的时候 给诺基亚做的一个mobile audio 就在手机上做教育的 这么一个平台 对吧 那这个平台 其实我们当时搬他做的也很好 就是我在这些职业生涯里面 我自己做过好几家公司 我也搬无数家 简直就是说无数 就太多家公司做过设计和咨询 那相对于我的很多美国的同学吧 我觉得中国这些年发展太快 就我很幸运 就是在那里 在北京开设计公司 我能够跟 不管是中国 还是说国际的各种公司合作 我做了太多各种各样的service 我做过的案例 比我的同学多很多倍 那像Facebook 他的设计总监 是个女的吧 叫什么名字学 他也是SKED毕业的 跟我同一个学校毕业的 比我高一届 那我觉得他其实 So what 他是很幸运 他很早进入了Facebook 然后他就得到 变成设计总监 现在肯定早就已经才无自由 但他做过的东西 没有我做过的那么精彩 没有在我看的那么 enjoying 因为我看到他在 Ted还是哪里的一个演讲的视频 对吧 他在讲他当时怎么样分析 通过分析 很多人 当你要给那个用户 给什么东西 一个review的时候 你通常是给五颗星嘛 对吧 所以他说我怎么样把这五颗星 最后变成一个sum stop 对吧 他觉得这就是他的功劳 他做的很多工作 最后变成一个sum stop 但是我做的东西太多了 对吧 太有意思了 包括我们给中国的一个 那个叫明博教育 那个5i25做的那个 在线的电子电伤 那个儿童用品的电伤 我们用那个眼动 眼动跟踪你 对吧 跟踪你的眼睛聚焦的位置 对吧 其实这样的方式有很多 就原来这些专业设备很贵 我们但是要四万欧元一个 那现在其实 旧金山有一个这个 创业公司 我看他好像是199吧 199美金就有 更轻便的这个 眼动跟踪仪了 对吧 所以这样的话 你可以研究很多东西 对吧 而且很方便 还有什么mouse checking 就是知道你的这个 鼠标轨迹啊等等 对吧 包括去访问反弹啊 这当时给Nokia 在做的一些 那个用户行为观察 给中国移动做的 Ophone 中国移动出过那个Ophone 对吧 联想出过热phone 这是他们做的一些 这个用户研究和设计 还有中国移动的这个 中国移动的这个 EWLAN 上网本的那个设计 那就是 那讲了这么多就说 那在我看来 创意教育是什么呢 对吧 因为我已经否定了 那么多创意教育 我也不支持他们 去那种 培养你的这种 免想能力 那 那我的理解是什么呢 比如说IDL 大家都知道 很有名的 对吧 那个他们的几个 创意教育的就是那个 那就是那个 斯坦福的设计学院的 第十股的这个教授 对吧 在玩区啊 在世界各地都很有名 那他们是说 Here Create 你先倾听 对吧 你倾听用户的需求 当你明白用户的需求之后 你再去创造 对吧 最好你再递递我 这他们的这个一个 总结 对吧 那当然像这个 Design Sinking 大家也都说 Design Sinking 那Design Sinking 也无非就是说 你先去Define 这个问题是什么 对吧 问题是什么呢 最好呢 你再去通过创意啊 Brandstorming 去设计解决方案 建造Prototype 然后Test 然后或者会循环 对吧 那其实我个人 总结了一下 其实无非就这四种能力 一个就是调研能力 对吧 就像我现在说的猫咪 你可以去看 很多的猫咪 然后你 你会去分析 他们的特点是什么 这就是简单的一个idea 一个例子 对吧 所以人首先一个能力是 Research Research 我把它翻译 不是用Research 而是用Study 对吧 为什么 因为其实当你在做Research 的时候 你就是在Study 你就是在学习 对吧 然后你要能归纳 你要能归纳出问题 归纳出要点 归纳出一些共性 对吧 最后呢 你创造力来了 就是你在设计 你在创造的时候 对吧 但是你的设计 创造不是凭空的 也不是把两个东西 捆绑在一起 就叫创造 你是通过分析 总结 最后才创造的 这个时候 你是在演绎的过程 对吧 可是演绎完了之后 你有那么多idea 有那么多创造力 你还要valuate它 你才知道哪个idea 是最有价值的 对不对 那这个就在我看的 创业教育 就应该是这样的 对吧 那过去我在 这是我在北京的那家公司 我们的一个 service flow 对吧 其实也就是这四种东西 对吧 怎样去做设计啊 去做research啊 去做design啊 去做prototype啊 去做valuate啊 去做各种各样的testing啊 不管我是用一些 人类行为学也好啊 心理学的一些研究方式也好 那都只是一些methodology 那不重要 重要的只是 帮你去理解用户 理解需求 理解问题 对吧 然后送便去research一下 现在available的一些 technology available的一些tools available的一些materials 对不对 那像比如说 我在做这个血痰仪 我们做了一款血痰仪 我们自称是 应该也是 就是世界上最小的 一个一款血痰仪 对吧 然后跟你的智能手机一起用 因为很多这个 那个血痰病患者 还是蛮suffer的 对吧 那可是我 我自己没有啊 那我要了解这个用户怎么办呢 当然我也有去做反弹 我也去做观察 对吧 但我觉得都不够 所以我就自己给自己扎了一个月 对吧 我按照一型血痰病人的标准 就每天扎八针 对吧 每天扎八次 它就是餐前餐后 还有起床时 还有睡觉时 一共八次 每天 对吧 当你在 你也感受到他们的suffer的时候 你就是大概怎么去设计它了 对吧 然后我们设计的这个产品 这个产品细节我就不说了 但这一点可以说 就比如说 我们在调研的过程中发现 很多人 一型血痰病人 他可能是天生就有 一生下来就有 他可能一辈子都 都没法完全治好 至少目前的科技 所以他一直要检测 二型血痰病人呢 是后天的 对吧 还有一些是认证型的这个血痰病 对吧 就由于怀孕怀孩子 最后怀上了 就得到了血痰病 对吧 这些人呢 是后天得的 他们刚开始知道 哇我的血痰 血痰这么高 或者这么低 他就会嘛 就会坚持去测 每次都会去测 然后呢 也会把它记录下来 弄一个那个log 给它记录下来 弄个表格 但是通常没有能坚持掉一年的 坚持不了多久 算了吧 今天我感觉好 我多打点一斗数 明天我感觉不好 我少打点 或者怎么样 这都凭感觉了 所以这个东西就跟戒烟一样 所以你怎么样通过一个设计 你能够去对抗 它的这种人体 人的这种惰性 因为人的惰性很明显 除非我知道 它会有immediate的effect 我会知道 我从这个楼上跳下去 我一定会摔胳膊断腿 或者一定会死 不然的话 我就想跳下去玩玩 对吧 就是它如果是一个漫长的过程 它就会ignore it 所以呢就是说 当我们在设计这个时候 我就想说 那我与其给它一个long term girl 说你每天运动 每天diet 然后每天就控制血糖 怎么样 你就会最好取上一个健康 没有必要 我给你一个short time girl 就所以我给它是每一个星期 唯一一个go 所以我每个星期 只要比上个星期表现好就行了 对吧 然后你表现好 我就像小朋友一样 给你一个happy face 对吧 表现不好 给你一个sat face 就这么简单 然后 再的话呢 就给它一个 输短了它的这个 go的这个周期 当然它也可以log 也会像一个试条一样 就这用了一些隐喻吧 然后呢 结合给它看一些summary 让它明白它现在这个30 那是那个一周啊 14天啊 30天啊 90天 它的这个表现情况是怎么样的 对吧 那 Vitualize呢 就还有一些 比如说 我后来有做过一个 那个 fly booking 就订机票的网站 那 首先我们有调研的 比如说 Xpedia 大家看到 Xpedia网站 基本上是长成这样的 对吧 就你可以scroll很多很多屏幕 对吧 因为它很平 它很长 那真正对你有用的呢 就最上面那一点点地方 你去输入你的这个travel的这个plan 然后你去search 对吧 然后呢 最后它给你一堆的结果 给你一堆的结果 但同 也还可以翻很多页 但通常你就看 第一页 最上面两三个 对吧 几乎每一个 每一个网站都是这样的 对吧 那为什么你会 为什么你会 看第一个呢 因为第一个通常是最便宜的一个 对吧 第一个结果 那你为什么还往下看一两个呢 因为你还想比较一下 起飞时间啊 或者duration啊 对吧 那有一家创业公司叫hipmark hipmark呢 它把这个search result呢 简化了 简化成这样 就是它把duration呢 用色带表示出来 所以大家觉得它很有穿意 但是我个人呢 我在做调研的过程中 我也不觉得它很好 为什么 因为duration和起飞时间 还不是最concent的 对吧 而且这样的话 像一个excel表 我也不觉得是最佳的体验 大家也用过这个price line 对吧 reverse bidding 但其实大家用的多了 就会发现 其实它是一个 是一个假的 不完全真实 就是说你自己出的价是一块钱 跟你出的价是一百块钱 其实它收出来的结果 跟你都是一样的 对吧 那我们想要给你的体验是什么 就好像你是在跟一个真的agent 跟一个人在工作一样 假如说你有合作的很好的旅行社 你通常都打电话给它 你说你的要求 它最好就给你一个 它不会给你一堆 它通常就给你一个建议 为什么 因为它懂你 它给你的这一个建议呢 通常是在你的要求之下 比如说你喜欢飞行的 商务参的给你是商务参的 对吧 等等 你不喜欢转机 它会给你 就是不直飞的 对吧 但是只给你一个答案 对吧 所以我当时做的这个产品呢 就是 我希望这个产品懂你 它懂你的情况下呢 然后只给你一个答案 这个是用了一些比喻了 就是你这个输入宽 就像一张机票一样 给你一个答案 然后这一个答案呢 是刚好在你的这个 preference的情况下 当然你还可以去adjust 你的preference 当你在adjust的时候呢 我也会记录 记录下来 我会开始 我会通过machine learning 我去学习你的preference 对吧 这单纸的一些设计 那接下来就是说 那我们应该怎么样去准备 design portfolio呢 尤其现在 其实大家在座各位都 最关心的是孩子的这个 路学 对吧 孩子家人生学 我怎么样准备这个portfolio 这个是在中央美院的 这个月券 月券场景 在中央美院呢 我们是租一个很大的很大的餐盘 全部铺在地上 老师们就这么走走走走走 然后呢一些很差的呢 直接就扔掉了 直接就扔一堆了 就不再要了 一些好的呢 我们分几类 然后呢 在一些特别好的呢 我们再 围在一起 再打个分 再把它分到某个category里面去 这中央美院的一些情况 大家可以看到 摆在地上 大部分都画得很写实 而且画得很好 那当时我在那月券 事实上我在那月券的时候 我也很震惊 我心想说 这个玩意你让我来考 我也考不上 但是我居然做老师了 我也没想到 就是 但是我觉得比较变态 事实上比较变态 因为他把你就是拴住了 我在教书的时候 我的学生居然又比我年纪还大的 他考了七八年才考上 对吧 我觉得有必要嘛 对吧 就是你真的这种scale 有那么重要吗 现在真正著名的当代的那些艺术家 有几个是画画画的特别好的 有的人甚至不画画 对吧 那你我和画画吗 那都是印刷品 对吧 爱未未画画吗 也不画 对吧 所以你的creativity 才是最重要的 不是你的这种scale 当然我现在也说 scale还是蛮重要的 对吧 能表达 用来videolite 或者表达你的creativity 当然在美国大学 大家也知道 就是都是 一个committee 对吧 animation committee 一个委员会 大家在一起 来评审这个院子 因为反正东西也不多 对吧 看一看大家破坏掉 然后最后 给一个统一意见 对吧 有些人 有些老师觉得哪个特别好的 会拿出来说一说 对吧 那我在网络上呢 我看了一个 就是说 a portfolio is a collection of your work which shows how your skills and ideas have developed over a period of time it demonstrate your creativity personality ability and commitment and hope as to evaluate your potential 对吧 对吧 我在 我在准备 这一次的分享的时候呢 那个 Sherry呢 说 你有没有 你原来画的树苗啊 你能不能拿出来 给大家看一看啊 我说这树苗都好多年前了 因为对我来说 树苗啊 树写啊 是我们的这种 基本功 对吧 这个基本功 对我们来说 我当时只学了一年 对吧 就大一的时候 学基础课的时候 学了 那个基本功 学完了就扔了 当时没扔 其实我一直积攒到大师 我才扔 大师的时候要出国了 大家都都在清理宿舍了 对吧 我经常这个东西 留着没用啊 我是往前走的 不能往后看啊 对吧 所以我把所有的这个 树苗作品 水闪水粉都扔掉了 还有我一大箱子的情书 全部都扔掉了 对吧 那 可是呢 就是 因为他觉得 因为Sherry 当时认为呢 就是说 你要教这种 creative reading 你就是应该学 教树苗书写啊 其实说明说一下 我也可以教 如果你 如果你觉得这个东西 是你很想要掌握的 一个skill 对吧 但另外一方面呢 我觉得因为大家 最终的目的是 想要被录取 对吧 尤其是一些名校录取 但是我觉得大家 包括现在 我看到的很多 培训机构 我觉得大家忘记了 真正这个录取committee 看的是什么 看的是你的creativity 你的personality 你的ability 和你的commitment 但是你有 你有体现出来吗 其实上一次 Sherry请了一个学生 拿着他的portfolio来找我 对吧 包括我自己有一个 北京的朋友 他女儿后来去新西兰留学 然后也想考设计啊 也拿着portfolio来找我 那我一看呢 我说我看不出来 你到底 你的兴趣在哪里 你的commitment在哪里 对吧 然后你的creativity在哪 我也看不出来 当时那个学生呢 他的作品呢 有一些摄影作品 对吧 有一些素描作品 有一些水彩作品 还有一些什么 还有平面设计的作品 对吧 甚至还做了一个video 还做了一个video给我看 我说是 你这些东西都有 对吧 但这些东西 对我来说 就是你到时候 到大学去学这个专业 最基本的东西 以后大学 你可以修一个摄影课呀 那你现在设了两个影 能说明你很厉害吗 除非你现在的 这个摄影作品 就体现出一个 极其的这个粘力 这个粘力 要么是视觉的冲击力 要么是你对 对这个社会生活的 一些感悟 对吧 然后你把它全是出来了 对吧 或者说当时那个学生 他也做了一个video 那个video呢 是反对这个 反对美国的这个拥枪 对吧 所以他说 啪啪啪啪到处都打枪了 然后校园 这个死了多少人 那死了多少人 就要说我们要拥枪 做了一个这样的 这个片头的这个视频 对吧 首先呢 这个视频的制作 因为他毕竟只是在 全年是故学了一点 基本功嘛 使用那个制作 就很糙 对吧 我说你这个枪打得 跟砸了个柿子似的 就是一点这个 真实感震撼力都没有啊 另外一个呢 就是说 我觉得如果我是 committee 的话 我会比较 tied of place 为什么 因为你每一个 全年是故教你的 都是会了 去迎合美国人 觉得很hot的topic 包括美国 每一个总统候选人 州长候选人 政组候选人 都在说 这个说要拥枪 那个说要进枪 这个要支持同心 那个要反对同心念 然后你就觉得 这个topic很hot 然后全年是故 也教你 针对这些所谓的hottopic 做一个什么东西 看的太多了 作为一个社群 committee 我会觉得看的太多了 这种东西能够打动我吗 能够让我就给你奖学金 就一定给你录取嘛 不能保证 对吧 我当时就说 如果你现在是 比如说你就对陶瓷 很感兴趣 可是你不是说 就在一个陶瓷的十六六 做了两个烂玩意儿 你是去非洲 去中国景德镇 去那个中国的李宁 去那里边都考察过 对吧 你都把他的工艺都学了一遍 最好你有感悟 你做出了自己风格的东西 你这样的东西 你晚上一摆 我都差不多要给你跪下了 我都觉得你这就是大师 你不来我这 我都会抱住你大腿 不想让你走 对不对 所以你 大家也知道 美国大学看的是什么 看重的 真的是你的personality 你的这种creativity 对吧 但是 其实大家在美国生活 这么多年 大家也明白 但是当我们在培养孩子的时候 我们忘记了 或者说我们也没有 更好的选择 然后我们自己又很忙 我们也没时间去培训他 培养他 对吧 所谓的这些 training school呢 其实也就是这三板斧 来来去都是这套路 然后每个人去都又用腔了 又反同意念 自知同意念 对吧 所以这次Sherry又转发给我的 Risty的罗德导艺术设计员的 对portfolio的一个要求 对吧 我说你没有仔细理解这句话 但是我跟他说 我说你没有仔细理解这句话 这句话不是说你一定要画画 你可以画 你可以画一个 画一个艺术作品 不管是树苗还是水粉 还是水产 还是油画 可以画 我没有反对 也可以画 但是他一定要有震撼力 对吧 一定要 要么是视觉的震撼 要么是观念的震撼 对吧 但是你也可以不画 因为他没有说 portfolio一定是一个drawing 一定是一个painting 没有说 对吧 我们当代的艺术 早已经突破这种media了 这种媒介的限制了 他真正说的关键词是什么 跟先前那一页的 这关键词是一样的 reflect the full range of your ideas interest experience and ability 对吧 但是这句话 也许是给art specific的 那这些才是你最重要的 对吧 其实你可以是任何media 对吧 你不需要是那一种media 对吧 你这样的media显示的是什么 是你的 intest 你的能力 我等一下可以举几个例子 这就是我先前提到的 那个启放碗 对吧 是王晓彤投的钱 在玩区 他也在玩区 大家这里也许有认识他的 对吧 也会知道这个项目 但是这个项目呢 是中国最早的 P2P banking 就个人对个人的这个借贷 对吧 可是因为他是最早的 即使如果他当时能够盘到2012年呢 中国的这个P2P火起来的时候 就会火了 但是呢 就是我后来退出了这个项目呢 我也不后悔 为什么 因为后来P2P在中国火了以后呢 大多数都是骗子 什么一珠宝啊 对吧 那你都去把钱投了那些 高利率高回报啊 都要捲钱跑路的 对吧 因为中国的这个金融太不规范 那当时呢 就是 西方网最早是 最早他的CEO是呢 叫凯文称嘛 对吧 据说也是华尔街回来呀 耶鲁比耶呀 那些 一堆的官环呢 但是 我觉得他可能就是在中国没有接地气 或者说没有去做调研 但是他做的P2P呢 就是一直没有人用 就一直不火 不火 那他们这个董事会呢 就是有认识我的 就介绍我来给他们做设计 说你能不能优化我的用户体验 让我的这个 让我的这个用户活跃起来 对吧 那当时我就说呢 我就说其实呢 这个不仅仅是用户体验 就不仅仅是交互层面的 这个用户体验 更大的是你商业模式的用户体验 因为在中国当时没有这个诚信体系 我 然后这个Market没有 Pay Educate 我怎么会相信一个陌生人 然后我在网络上借钱给他 指望他给我几个点的利息 对吧 没有这个信任度 我说可是中国人很奇怪 中国人没有信任感 但从来不缺乏怜悯之心 你找我借钱 我通常不愿意借 你找我就是要点钱 说你真的很穷 真的很瘦 很苦 然后我又相信你了 我相信这是真的 中国人是真捐钱 为什么 我当时看了一个数据 中国慈善总工会的报告是 中国每个星期的捐款 是3.6个亿 对吧 有时候中国人不缺乏怜悯之心 可是这3.6个亿呢 大多数比如说通过红十字会 后来又出现国美美事件 对吧 所以大家会发现 我想捐钱都不知道通过哪个渠道去捐了 对吧 所以你急犯网了 你把捐钱也做进来 对于大学生在我的平台上借钱 他有能力还的 将来能够还的 他可以设置一个interest 然后他将来会还 对吧 对于这些山区的小朋友 中小学生根本没有能力还 你也不知道哪一天他能还 他也可以发起一个慈善捐款 而这个东西呢 其实你想3.6个亿 如果一部分在你这个平台上流动一下 这就是巨大的资金流 对吧 资金池 这个也是不得了 其实也是个很大的金融行为 对吧 可是因为没有信任感 所以你不要像慈善机构一样 一定要去解脱15% 或者18% 25%的这么一个点 你确保每一分钱都到小朋友的手里 这样的话 你就凭他的信任度就起来了 所以我是重塑了他的这个品牌 那可是如果你的这个 一分钱都不留的话 你怎么样确保你挣钱呢 我当时做了几个 比如说易卖 当时我们是找了一些那个 找了一些那个产家 有些产家 他有很多种 积压仓库的一些东西 卖不出去了 他如果为了卖出去 这一些积仓库的东西 积压仓底的东西呢 去打广告也划不来 对吧 扔掉又可惜了 他就捐给我们 捐给我们 又起到广告效用 又起到企业慈善的 这个口碑效用 对吧 然后呢 我们还可以把它拿来卖 所以我们当时 比如说我们卖一些字典啊 卖一些文具啊 卖一些羽绒服啊 都是企业捐的 我们在网络上 比如说羽绒服 我卖的很便宜 我就说你买这个 不是买给你自己 你是买个小朋友 这个钱呢 是给我们积方碑 作为运营费用的 对吧 这个就是我挣钱 挣在明面里面 就没有什么可 可隐藏的了 对吧 那还有一个就是 我们还策划一些 公益游戏 就万一这个人 他想帮助小朋友 但是他没有钱借 也没有钱捐 他也没有钱 去买东西给小朋友 怎么办 他可以在我们这玩游戏 玩游戏就能帮助小朋友 这个当时代的说 不可能啊 当时我们就策划了一款游戏 叫牛奶梦工产 因为中国人当时不敢 不敢喝中国牛奶嘛 对吧 那我们做了一个牛奶梦工产 你作为玩友呢 你选择一个Avatar 然后呢 你通过这个工艺流程 一步一步一步的生产一瓶虚拟的这个牛奶 当你在这玩这个游戏的时候 你就知道 哦 原来猛牛的这个生产工艺 是很科学 很规范的 生产的牛奶是很放心 可以喝的 对吧 那这样的时候呢 当你作为一个玩游 你玩游戏 生产一瓶虚拟牛奶 猛牛捐一瓶真牛奶 给那个山区的小朋友 那这样的话就是个适应的局面 猛牛重塑了企业形象 小朋友喝到奶 玩游呢 帮助了别人 齐放碗得到了这个猛牛的这个广告费用 对吧 就是个适应的这个局面 这个是我们当时捐了字典 给那个山区的朋友 这是当时我们在那个青海捐棉衣的现场 所以呢 因为这个当时就是齐放碗 就是说让我做了COO啊 以后来做COO啊 我还代表他们去联合国 可持续发展领袖论坛啊 做个演讲啊 对吧 就像 就像这种东西吧 我觉得不是说小朋友 或者说高中生 初中生就不能做 也许你也可以做一个公益项目 大家知道美国人对公益项目啊 或者社会性质 community性质的项目啊 对吧 如果你做了 你在录取的时候 是极其的加分的 对吧 Why not 为什么你不能做呢 这个是我们当时有研究 这个中国的汉字输入法 我们设计了一种新的输入法 这个给诺基亚用的 这个都不细讲了吧 项目一细讲就太多了 这个是给农业的一个应用 但是是联合国可持续性发展 sorry 是联合国UNDP 联合国开发计划署 和中国科技部复兵班的一个项目 让我们再做了 那这个有意思 这个是我们当时给一个 盲人的公益机构 做了一个让盲人在上网 在网络上分享音频和社交的这么一个网站 那你一旦做这个 你的这个research 你的creativity就很challenge 那首先你要研究这个盲人 他是怎么上网的 对吧 真正的全盲的人呢 他当然不耽用鼠标 因为他不知道挪到哪了 他会用键盘 有的键盘上有盲文 有的熟练的盲人 他连盲文都没有 他就打得很熟练 他打字打很快的 那他怎么上网呢 他是通过按这个type键来挪动官标 官标挪到哪呢 就有个读评软件 会把这个懒读给他听 对吧 不管是文字还是图片 会懒读给他听 这样的话呢 你这个网站的逻辑 就必须要足够简单 他上下左右啊 或者里面就能够到那个位置 对吧 你不能够说 像雅谷啊 搜谷啊 那种很复杂的网站 那是找不完的 一个页面都找不完 对吧 另外一个呢 就是有一些人 他不是全瞒的 他是弱势的 弱势呢 有的人他去个动态翻载镜 我们一个虚拟的动态翻载镜 对吧 他可以一个一个字的 这么看 慢慢挪 有的人呢 他只是会一些 颜色的高量对比 会有反应 对吧 我们也做了一个颜色的切换 或字体的架大 缩小等等 就比如说 这个项目就是你做的 对吧 那你肯定会不录取 是不是 对吧 如果说这个项目 是你作为一个高中生 你参与的项目 你会是不是 大家就会很有信心 你一定会不录取 是不是 其实你一定能找到 这边这么多公益机构 跟他们合作 或者你自己IDA一个东西 做一些research 对吧 觉得我能做一个东西 帮助到他 我觉得 没什么不可以 我等一下可以举几个例子吧 那另外一个就是 怎么样 就是我觉得教育 还有一个就是 教大家怎么样 去best utilize the resources 对吧 因为我们大家都知道 有很多东西 我们根本就不是在 课堂里学到的 我们在课堂里 也不教那些东西 因为课堂里 都是教你knowledge 不教你数字 对吧 不教你一些mindset 这些东西都没有教 但是我觉得 我很幸运 我学的是industrial design industrial design 它的定义就是 帮你去发现问题 解决问题 对吧 这就是它的定义 虽然中国的 中文的翻译是工业设计 但是我个人一直觉得 它是行业设计 因为大家知道 很多工业设计师 毕业了 根本就不一定是做工业产品 就像我自己 我自己做过工业产品设计 我也做过APP的设计 对吧 我也做过其他的一些设计 像刚才说的 奇方网啊等等 这个在社会有个专有名字 叫social in the危险 对吧 我也做过social in the危险 我还做过那个政府的服务创新 对吧 我等一下可以给大家看一看 我做的政府的服务创新项目 所以 所以其实它最重要的是 学习一种mindset 对吧 不是说 学习一种skills skills是顺带手的 对吧 就像我 我也有去做一些 做一些木工 做木工的时候呢 我先去那个 先去那个 呃 我自己可以去那个 叫什么名字去了 呃 mission college 我特意去修了个木工课 对吧 但一开始他老教你 这个机器怎么用啊 那个机器怎么用啊 就是很 就是进度太慢 那你的兴趣就没了 对吧 我宁愿我自己一边做 一边想 哎怎么做 然后慢慢熟悉 这些工具 熟悉他一些技巧 对吧 还有一个呢 就是说 刚才说的 best utilized resources 因为我觉得 我们的很多教育 是在教你一个skill 当你 其实你的人 有多大成就 取决于你有多大resource 对吧 但当你在build up 你的skill的时候呢 你其实你是把自己的 skill set 当做你的resource 所以你的knowledge越多 你的好像能力就越强 你的薪水会越高 对吧 但是你没有想到 你身边还有很多 其他的resource 对吧 这是我刚刚回中央美院的时候 去做系主任 对吧 去创造一个新的专业 其实大家知道 一个新的专业是没有课题经费的 对吧 所以我当时连课题经费都没有 就给我一间办公室 一个桌子 一台电话 我坐在空淡淡的办公室里 我就想我怎么样 做好这个专业呢 也没有钱 对吧 没有经费 然后呢 我自己当时在美国已经大概六七年了 连我的大学同学 我都失去联络了 我就想我怎么样能够把这个专业做起来呢 对吧 所以我说我必须进入到汽车行业 我怎么进入到汽车行业呢 我的第一个resource 是我打114打来的 大家知道114吧 114是中国的查号 查电话号码的 对我打114说 请帮我查一下北京吉普的电话号码 他就给了我北京吉普的总机 我打到北京吉普 我说你帮我接你的设计部门 他说没有设计部门 有个造型科 我说你帮我接造型科 然后我就说你帮我跟科展 我要跟科展聊聊 然后我就跟他聊了 也介绍自己也聊了 聊了我就邀请他来中央美园 一起吃饭一几条天 让他给中央美园的学生做个讲座 对吧 这样我就认识汽车业界的第一个人了 然后呢他又说 刚好那个上海那个车展 车展的中国有个 中国汽车工程学会 会在那里开个年会 那我就一起去 我就跟他也就 PDM先生就去了 去了之后呢 第一天我也在上面就听 听大佬们在上面 各个汽车企业的大佬们 在上面演讲 对吧 等他们演讲完了 我就去递名片 但是递到下午 我就心想 这肯定没有用 因为他肯定转身 就把我的名片都弄掉了 对吧 不知道丢哪去了 所以当天晚上呢 我就去找那个 大会的秘书长 是那个仪器的总工 我去到宾馆敲上的门 然后跟他聊了好久 我说你一定要支持我 我说你明天让我去做演讲 他说不行啊 都排满了 我说你查歇的时候 让我讲五分钟 所以他勉强答应 第二天查歇的时候呢 那我上去讲 当然我就赖着讲了 二三十分钟了 讲完了以后 就大家主动 递名片给我了 这就不一样了 对吧 大家邀请我 以后去他们一期二期 对吧 日场啊 等等去访问 还有什么 金融课车 对吧 雨通课车 等等 那我回到办公室之后呢 我就真的就一个一个去拜访 一个一个去约访 这样呢 后来我就有带着学生呢 做过很多企业赞助的项目 对吧 那这个是我给中国政府做的一个项目 叫中国政府公务用车 这个是带着学生做的东风日产的改型 就尼桑帕拉丁改型 下面是给东风做的那个MPV的设计 这个是08年的奥运大巴 那也是我们的学生一起做的 这个当然也是我们的学生做的 但这个其实只是 只能说是一个艺术作品 因为它是把手扶拖拉机 跟摩托车焊在一起了 当然可以开 在当时中国很多媒体 包括凤凰卫视 人民日报 报的包括 就说什么是改变中国 中国设计到中国执照 到中国设计的人 什么什么的等等 那包括我后来 我的歌拍卡 从订机票到转型 到做这个 就是让你订单地导游嘛 其实我觉得也是在受这个 Uber和这个Airbnb的启发 对吧 因为大家知道像酒店行业 做这么多年 Airbnb一个新的模式 就把全世界空余的房子 都变成他们家的了 对吧 然后它还不需要 像西野东一样 要聘那么多人去维护这个 Facility 对吧 所以其实它就是把 Global Resources 变成我们家的了 对吧 其实谷歌也是一样 我做一个Search Engine 然后Global的这种网站 都变成我们家的了 我做广告的 还是从那 从那挣到钱了 对吧 其实 所以我觉得在学生 在这个的时候 也是一样 你要想到 Resources 不一定只是 不要打不你自己 你要学会怎么巧妙定应周边的资源 对吧 其实有一个我很欣赏的这个企业家 这个年纪大一点的可能知道 年纪轻一点的肯定不知道 某其中 对吧 当然有人说他是手术 也有人说他是手片 对吧 最后进监狱了 对吧 但是他还是做了很 很伟大的这种项目 他最有名的项目 就是用那个罐头去换 换那个飞机嘛 对吧 因为当时 苏联解体 苏联经济一片 都混乱嘛 对吧 但是大家 这个时候谁敢去 谁敢去苏联做生意啊 没人敢啊 对吧 但他去了 他四川绵延 一个小农民 他去了 对吧 他也没读过什么书 小学毕业 他去了 他就跟别人谈 俄文也不行 对吧 请了个翻译 说我从中国 弄点那个罐头饼干给你 你弄几架飞机给我 俄罗斯他不就 他就飞机多吗 对吧 他就这种工业 他就这种东西多吗 对吧 弄几架飞机 他运回来了 才 中国呢 刚好有这个清工业 积压的这种罐头啊 这饼干啊 他给弄 弄火车皮过去 对吧 很厉害呀 那个罐头也不是他们家的 飞机也不是他们家的 但这个resource 被他一利用都变成他们家的了 对吧 就要他变成首富了 对吧 另外一个呢 就是说 在Binance Week呢 有篇文章 说CEO呢 应该是设计师 而不是说去聘用设计师 CEO自己就应该是设计师 所以我觉得你 不管将来是想学化学 学物理 学计算机 学WEE也好 我觉得 都应该学学设计 学学创意 学学视觉 对吧 那 那 CEO呢 她是希望我来 也开一个Summer Camp 或者怎么样 那我也说 我原来没教过中小学生 我只教过大学生 对吧 但是没关系 因为我自己 这个有些理解 我也愿意来分享 那如果是我来教 我会来怎么教呢 刚才也讲过一些 那首先 我觉得 instead of teach but coach 我是很反感 那种自上而下的灌输 对吧 我自己就是一个 挺叛逆的孩子 我也不觉得 需要人去灌输一些 什么东西 另外一个 大家都说要personalize 当然几个人 真的能personalize 对吧 那个out of school 拿了一个亿美金的投资 说我要personalize 最后现在好像做得不行了 是吧 钱也烧得不行了 当然 我当时一看 她那种所谓的personalize 我就不认可 为什么 首先她给每个孩子 发个iPad 我就不希望我天天 我孩子天摆个iPad 然后她希望她的孩子 每天用iPad去学 can academy 我说如果她是发个iPad 去学can academy 我当你out of school 付3000多个美金 一个月的薪水 那个学费干什么 对吧 不管是我孩子 现在去了striple的 还是说原来在商人节 怎么样 他们都有自己的课程体系的 对吧 所以如果你没有自己的core value 你没有自己的content 我觉得你这个学校 肯定做不好 说out肯定做不好 但是如果我来教 我愿意personalize 为什么 因为我愿意去理解 这个孩子的兴趣是什么 对吧 然后我跟他一起聊一聊 然后他也许就想做个服装设计 没关系 虽然我的背景不是服装设计 我也可以给你一些启发 我们的基础课 也学过一些服装设计 就是你要学很专业的服装设计 也许不能 但是也许很基础的那种 入门式的 我可以带一带 也许你要学一些 要做一个APP 那更是我上场的领域了 但是你的APP 做一个什么的service 这个需要我来跟你沟通 对吧 因为你最后 用个什么sketch软件 用个photoshop软件 然后来做这个 或者用什么 来build pro type 这个不重要 重要的是我跟你沟通 最后了解你的interest 你的commitment 对吧 然后你做了一个 你乐爱的东西 然后由于你这个东西 你展示了你自己 最后你一定会被录取 对吧 所以另外一个就是 真的是motivate他们 其实就像我说的 很多能力是他本身就有的 应该感谢神 就是神赋予我们的 对吧 是你要通过一定的train motivate他们 并且让他熟悉 在一个design process design thinking的process 对吧 另外一个就是我认为是要化学格的 对吧 其实我觉得工业化 工业化革命以后的一个重大失误呢 当然那也是时代的一个背景需求 因为当时社会化大分工嘛 对吧 工业化是生产以后 所以呢 就是你这个学这个 那个学那个 可是你不cross the sampling 有时候你的创意就没法实现 对吧 可是今后的人才 很多东西又被解放了 对吧 你就不需要再那么专业了 对吧 而且呢就是说 我自己除了先前我做过的那些 领域的设计工业设计 什么汽车设计等等 这个不是我做的 这个是我的前前女友做的 是我在美国的时候的一个女朋友 她是个台湾人 她这是她的作品 但是呢 她的这个硕士论文是我写的 为什么呢 因为因为她英文不太好 对吧 然后她写作能力也不行 所以呢 她做的作品 我写了毕业论文 所以我说 其实我应该还授予 一个珠宝设计的硕士学位 因为写了一个硕士论 我们还通过了 那这个是我跟我太太 我们一起做的儿童版的圣经 所以漫画我们也做过 我们自己出版的 这个儿童版的圣经故事 就是我们做了一百本 做了一百本 那因为我们把这个 故事改编了一下 然后化成了儿童喜欢的感觉 因为大家会看 你一般的漫画的圣经 耶稣还是耶稣的样子 而我们的耶稣也是小朋友的样子 所以就是我们也做过漫画 另外我在北京还有一家 那个摄影公司 就是 当然是我的校友在 在run呢 对吧 我们也做过很多名人的摄影 对 这个就是我先天说的这个 政务的这个创新设计 对吧 Public Service的创新设计 这个是我们当时给这个北京城管 做的一个平台 北京城管这个处展呢 居然是那个剑桥大学回来的 当然是中国政府把他送过去的了 然后他回来了 所以他跟我很聊得来 因为他能见到过这种东西 对吧 在英国其实有几家非常著名的设计公司 比如说有一家叫LeafWalk 他就专门这种服务创新设计 服务创新设计是什么 比如说他给这个 隆东的警察局做的一个设计 怎么样帮助改善警察的 这个一系列的 从你的制服的一些小细节 到你的各种问候语啊 各种行为的一些小细节 对吧 到你一些宣传的一些 该注意的地方 他把你整套服务给你设计下来 所以这样能够改善警民关系 这是他做的设计 所以这样的设计需要画图吗 不一定需要画图 那另外一个呢 像他们还做了一个案例 就是帮隆东政府呢 就是促进节能减排 那他们也是通过我说的 这种提债申请的这种 先去调研 他调研以后发现 越是这种低收入的人群吧 反倒消耗能源很高 因为他们就天天待在家里 一种乱用电 一种乱弄对吧 那他就帮助隆东政府 出台了一个政策 就是一个那个 那个无息的贷款计划 计划 就单你节能减排 达到一定标准 相应的可以给你多少的 无息贷款 对吧 也挺好啊 对吧 那当然这个也是一样 我跟这个处长聊了聊之后呢 他觉得中国 老百姓跟中国城管的 矛盾很深 对吧 咱们能不能做一个 人民城市人民馆的 公共参与平台 对吧 然后最后我们就给他 做了这么一个项目 这老百姓 因为其实有很多朝阳群众啊 有很多这种老百姓啊 老头老太呀 那个红袖山啊 他愿意参与到城市的管理里面来 他反正也闲着 对吧 那当时这个项目呢 拿了那个 未来政府 government 2.0 那个创新奖 对 那这个是诺基亚的 这个Life Tools 就是给 也是给农村用的 帮助农民去 了解这个价格信息啊 生产科技啊 发明的一些东西 所以这个东西都是可以做的 对吧 我觉得 那有人会说 你刚才做的这个东西 都是你作为一个职业设计师 你才做的事情 对吧 那我的孩子还是一个孩子啊 他能做这么多事情吗 包括你刚才问哪个问题 那我认为能啊 我认为 为什么不可以啊 我的女儿 我现在才三岁半 但是我希望他到十来岁就开始创业 对吧 因为我觉得不是他不能 是你以为他不能 所以你就变成了他的limitation 对吧 那我们当然也看过很多新闻 对吧 看到很多 比如说这个 这个小朋友 对吧 他是 几岁啊 他在九岁的时候就种了一个大包菜 然后就自己家吃午饭就分给 homeless people 对吧 后来他就 他就索性 十二岁的时候 他就做了一个公益机构 十二岁哦 做了一个公益机构 对吧 去在全美建立了好几百 是好几百个几十个 对吧 好几十个 这种 这种那个 插园子 对吧 帮助去 feed homeless 对吧 到现在他已经十八岁了 他是做了 已经发展了多少家了 三百个 已经发展了三百个 这样的 这样的 这个 这个 从九岁开始 十二岁开始参业 对吧 没有不能 如果说这个小朋友 他说想参业乳 想参阿佛 你说他会去吗 一定会录取他 一定会抢着录取他 对不对 那这个也是前不久看的一个报道 什么澳洲的几个学生 很多还是华人 对吧 研制了这个抗癌药 对吧 抗癌和抗艾滋 抗艾滋和那个什么药 对吧 把艾滋病里面的 抗艾滋药的一个重要的 那个元素给制造出来 对吧 把他的成本 把他的价格 从七百五十美金 降到二十美元以下 对吧 也是高中生啊 但这个我 我可能就教不了了 我只能帮你找一些为硕士 那最近也 也有一个小朋友 对吧 也是刚刚被耶路大学录取 对吧 也是研制了抗癌的药 对吧 因为他是 他是真正体现了 美国的精神 其实大家知道 美国 他就是重视 你个人英雄 重视你的 你的这种能力 对吧 其实各个大学录取 也是看这种能力 可是当你去了 千片一律的这种 培训机 最后都拿了一对 富苗 一对石膏像 一对水彩 能看出什么东西来 对吧 这个是 也是一个几岁啊 是十岁啊 十岁的孩子 对吧 两个孩子 创业了 只是因为他觉得 甜筒老会掉到手上来 所以他做个甜筒 抗的 对吧 还在 还在 那个 在那个 创业的 那个电视节目里面 达到那个投资了 对吧 创业了 那这样的孩子 他的人生就很丰满了 对吧 他如果真的还想去 哈佛耶鲁 施展福 我觉得肯定没问题 对吧 那这个小朋友 也是香港的一个 小女孩十岁 因为她被校园淋巴 被其他同学欺负 所以她醉学了 十岁就醉学了 但是呢 她就开发了一个 帮助同学们 帮助孩子们 学语言的这么一个APP 也拿了很多大奖 也拿了分头 也创业了 对吧 现在也才十二三岁 对吧 我觉得不是不可能 对吧 只是你没有给她这个机会 但是我们在硅谷 我们怎么会没这个机会 硅谷是全球创业的地方 我们就是硅谷的孩子 对吧 那我跟Sherry有聊了 就是说如果我夏天要开的话 我可以 比如说 这个可以听听大家的意见 就是我可以有 设定反对线的那种看 那设定反对线的圈什么呢 圈里的一些空间感 比如说空间感 对吧 立体构成啊 对吧 色彩感觉啊 这可以玩一玩 对吧 玩一些 其实也就是三代构成嘛 平面构成 立体构成 那个色彩构成 对吧 再学点材料 或者就这种 design thinking的这种看 对吧 对于design thinking 有一个了解 对吧 这种研究问题 解决问题 和validate的这种过程 或者就是design portfolio 如果你要完成你的 portfolio 你已经到高二高三了 对吧 我也可以 对吧 那你讲的这个 你就是想 十和七岁的什么呢 这就是我的观点嘛 就是包括ELTA School 也是这样 就不希望按年年分解 对吧 就是我觉得 只要你觉得他能听得懂 对吧 比如说 你觉得多少岁小孩 就可以听了吗 大不了 我原来是希望我女儿六岁就穿业 后来讲还是不行 所以我觉得十岁以上应该就可以 对吧 就是他有一定的理解能力 有一定的语言能力 对吧 对 所以这个是我的联系方式 就有需要跟我交流的也可以 对 然后有什么问题也可以问 有什么你们的作品 希望我聊聊谈侃 给点意见也可以 对 我觉得你在进去的时候 看你来就有什么 就是那个 你看说初中或者是说 十岁到十五岁吧 就是十五岁的 就是说 如果在病床中的作用程度 您有很多的抗議 有些時候透過文化工作的作用嗎? 在這門門門 都太擅長了 每個人都可以叫他們 有些抗議的話 你希望小孩自己看完這些抗議 我跟他們一起聊 我會盡量不出抗議 我自己不出抗議 那都只是工具在我看來 但idea就是來源於你的research 也許這個小朋友在research這個領域 對吧 那個小朋友在research那個領域 而我沒有去research 所以這個時候應該是他present給我 而我只是作為一個受眾 給一些feedback 甚至於我的feedback 都不一定是對的 只是說我在organize這件事情 這是我的理解 對吧 對 我覺得 因為我兒子算是14歲的時候很喜歡做東西 做很多那個槍啊 什麼樣的遮測法改裝 然後馬上搜這幾種材料才去把它拼起來 做成就直接那個牌 對啊 很厲害 然後蘇利拼起來自己更大一點的那種小口 對 對 對 就是說out of that 就是他現在眼裡只有槍牙 但是我覺得他應該能夠做什麼別的東西 就是這兩個意思就是 怎麼趁機把他去想到別的用處 我跟他聊啊 我跟他聊 我跟他聊 對 我覺得就是主要是跟他溝通嘛 跟他溝通還是要以他自己的興趣為主嘛 如果聊半年他還是非得要做個武器 然後我覺得也沒吃 對吧 對 但是也許出內盤通 他會覺得做一些別的相關東西也挺好 對吧 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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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那個 比如說簡單聽聽那個camp的話 你是大概什麼時候開始有多長時間 對 都看Sherry的idea吧 Sherry邀請我來 反正我這個夏天我還比較可以manage我的時間 對 你那些商務camp有沒有什麼class size的感覺 什麼class size 就是你 原來在國內都很大了 國內一個班50個人也很正常 對吧 但這邊都講就是小班 因為你能夠跟普通人來 對吧 我覺得是小班來 師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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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要化了化了 那還得USC嗎? USC嗎? 少數看得不快 一般你覺得設計相關的都會要 你一期次唱的考古端的考古端? 看了偏什麼 你說計算機視覺那當然就不要了 那不要就是考古端? 看了你的GIE那些還有你的resume 你的personal statement 那你覺得說你用化妝的問題 但是那些東西也要那些程度 就是IN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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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對,要,要,要 對,但是我看環境美容連GIE也有 但是有很多這種 Art School一般就是不要GIE成績 主要是看Portfolio 你覺得Art School還是RED的考古端? 對,這個問題之前有家長來諮詢過我 那我個人呢 他當時非常希望他的孩子去這種綜合性大學 他說我還可以修練別的東西 那我個人我是反對的 為什麼?因為我說你這樣你就變成什麼都不適 比如說他還學服裝設計 可是他不是服裝最好的 他還學了點別的別的,有必要嗎? 因為我寧願你服裝就是極其牛逼,對吧? 就像姚明他可能很多東西都不做會 數學可能還算不明白 他打球就打得最好,就行了嗎?對吧? 因為你如果做不到這個專業最好 你就先去做別的 因為中國人喜歡什麼都會一點嗎? 喜歡你管一點嗎?對吧? 但是這樣不容易使你突出了,對吧? 那我會覺得如果你就是想學設計 但是我個人會覺得 阿森一張部會更專業一點,對吧? 對 而且呢,其實有很多專業排名 那些中華製大學根本排不上名,對吧? 但是斯坦福的第四部很好,對吧? 但是像比如說哈佛他也有工業設計 可是大的工業設計根本排不上名,對吧? 對吧? 對 其實斯坦福就是第四部 第四部就是第四部 第四部好像只有Master學位 是吧? 本科其實像Art Center 國的導演 你對那個漫畫有人動漫 動漫設計最好的是那個Cell Art 你有送過學生去那裡嗎? 沒有,但是我有知道那個Art Center也很加 Art Center也動漫嗎? 有有有 它就很加 Ost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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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sting其實不是我採取的那一版 所以還有那個Osting 你不太知道 我不太知道 對 看得比較不錯 哦,但是你的經驗還有Cell Art嗎? 就那個Cell Art 就那個Cell Art 對,你還可以吧 對 哦,但是 就不知道那個小兒 萬一學不下去 怎麼學不到其他 怎麼會這樣呢? 你說不好等專業 它可以在Apen Design裡面 專業 它可以學家具設計 副法設計 對吧? 還有那個Cell Art 還有那個Cell Art 還有Film 對 也有很多專業 請問一下工業設計和教科設計 哪個設計面都看得到? 工業設計比較廣 其實我原來學工業設計 但我現在做教科設計 哦 對,因為就像我說工業設計 它學的是解決問題的方法 至於我後來用什麼工具 就像我做教科設計 我用的是別的工具 跟工業設計的工具都不一樣 無所謂,都是自學的 都簡單 你要教科設計 教科設計 其實主要 現在主要是現在 你跟各種media 尤其是跟計算機 跟手機的這種交互 interactive design 或者interaction design 哦 包括就是 但是呢 它會牽扯到你一些 用戶心理啊 心理學啊 也要考慮到色彩啊 色彩、美學啊 各方面的東西 但其實都想通了嘛 其實你學這些東西 要嘛就是一個 就是地體的能力 對空間的感覺 所以你學建築也好 產品工業設計也好 或者說家具設計也好 室內設計也好 這都是對你 對空間的感動能力 可是你空間 你不能光是一個幾何體嘛 你還是要有色彩嘛 所以哪怕是你學這種 很空間感的東西 你也需要色彩的表達能力 對吧 所以我學了 我説幾個fondimension 一個就是 平面能力 對吧 立體能力 立體空間的能力 還有就是色彩 對吧 然後你要懂材料 對吧 當然也許不同的專業 它對材料不一樣 比如說 比如說這個 服裝設計可能對 灰火的材料更偏重一點 文藝設計對金服啊 塑料啊 更考慮一點 對吧 但其實都是去熟悉材料的性能嘛 你再問一下 就是力氣和色彩的氣力 如何的學習 呃 我們其實現在說的大學是個基礎課 當然我其實覺得小朋友就可以做 谢谢大家